今天奧運現在疫情是全面失控 光是今天一天之內就新增了 2293人確診 這也是日本首次單日突破20000人大關 是東京第一次單日新增超過5000例 病患激增也導致了日本的醫療體系緊繃 醫師協會要求應該要全國一起進入緊急的事態 也得儘快針對容易引發重症的40歲以上 以及60歲以下的中壯年施打疫苗